hello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偶尔东南海 这一个老乡的一个42寸的这个创围的电视机 这个电视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老乡说和那个机理盒插在同一个插板上 然后突然呢两个机子就开不了机了 然后这个我现在开机啊 这个什么反应都没有 有没有灯什么都没亮 所以我们准备拆开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个板子大了 这么大一块电源板 这一块L型的主板 还有这个驱动板 单独的一块这个背光驱动 我看看这个东西啊 电源板来看一下 是什么问题 打开天天电源机的响 380伏也有 12伏也有 24伏也有 12伏也有 背光也有 我去 我去 这边芯片怎么炸了 我去 我才发现 这边芯片没盖子 顶上炸出来了 炸了个坑 你看看啊 我才发现这个芯片 你看顶部像 一个大凹坑 把里面的机板都露出来了 这个芯片接到这里是一个 这应该是一个接口的芯片啊 这是一个HDMI的 接口芯片 炸成这个样子 那他说这个接收机 机电盒和电视机同时都开不了机 结果我怀疑是不雷机了 还是什么特别高的电压 你看 不然搞不成这个样子 你看啊 不然怎么会芯片都炸成这个样子 那这样的话 这块主板的话 很可能都报销了 芯片都炸成这个样子 MCEU有可能都报废了 因为现在开机也开不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 可能要考虑直接更换主板 因为你更换这个芯片也不一定有用 MCEU可能也受到了影响 这个可能是高电压 不知道是什么高电压进来了 因为这个主板是属于这种高电压损坏 我们考虑更换这个整个主板 因为它的芯片大裂之后 MCEU可能会受到牵连 所以我们直接换主板了 就不多浪费时间了 我们准备测试一下 先不上接口板 那一块 这块接口板可以先不装 好 这些关键的线都已经插好了 很有详细想开机 已经开机了 我们偷偷地看一下底下 有没有图像 偷偷地看一下底下有没有图像 OK 图像正常 可以 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把这个编板给它装上去 这个编板 这个接口板就行了 OK 这主板装完了 好 主板装完了 好 我们后盖装上 好 多么 好 лучше 你还要留些 好 来 好 来 可以事件 好 来 好 来 我没有关键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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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视机已经OK了 它应该是家里使用大功率的那种切割机那些东西的电磁脉冲 可能把这个主板上面那个芯片给炸了 我怕它那个MCU也坏了 直接就跟它换了一个主板 没办法 那我现在这个换主板然后工作正常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用户送给这个老乡了 本期视频到这结束了 喜欢朋友点个关注 关注订阅 拜拜